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再次发声 呼吁富韩做美容整形手术者谨慎行事 一华人涉贪被控 为何引用不同法令 一华人被指收受好处皆是顶级价位 日本探测器成功着陆 成登月第五国 胡海峰升官 习近平安抚胡锦涛 化解党内派系杀罚 请大家收看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再次发声 呼吁富韩做美容整形手术者谨慎行事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发表公告 呼吁前往韩国进行美容整形手术的中国公民谨慎行事 公告指出 韩国整形手术的风险包括意外死亡和面容严重改变后 可能给登基和出入镜造成的困难 此前 一名中国女子在韩国整形医院接受抽支手术后不幸身亡 中国驻韩大使馆提醒公民不要盲从广告宣传 要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和专业整形医生 了解手术风险和可能的并发症、后遗症 并携带好手术证明材料前往出入境 此公告曾引发韩国美容整形医师界的不满与抗议 一华人涉贪被控为何引用不同法令 联合早报 新加坡前交通部长一华人被控27项贪污和借公务人人身份索取贵重领悟等罪状 他被指控向本地酒店与地产大亨王明星索取总值384340人的贿赂与好处 一华人在不同法令下被提控的原因是因为涉及的罪名不同 防止贪污法令需要牵涉贪污元素 即行贿方与受贿方之间有协议 一方以贪腐诱因换取另一方的不当行为 而刑事法典第165节条文则无需有协议 只要涉及的一方是公务员 从有公务联系的另一方获取礼物即可提控 控状中使用索取一词 意味着一华人是明确要求并获取了这些好处 也就是他主动发起了交易 一华人的代表律师揭露 控方将控状从36项减少至27项的原因 可能是控方在评估录了的警戒供词后 觉得有些控状不够谨慎 新加坡行动党部长必须遵守行为准则 其中包括披露私人利益 财务利益同公务员的关系 以及接受礼物和服务等 行为准则强调 部长不应接受任何会让他们陷入利益冲突的礼物 包括任何无形的利益 款贷 门票 优惠 免费 或低于市值的服务 行为准则还说明了如何处理来自公众和外国政府的礼物 总理李显龙也在2020年的全国大选后 发信提醒行动党议员维护党的名声与诚信 并强调接受礼物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华人被指收受好处皆是顶级价位 联合早报 总结 星期四 1月29日前交通部长一华人因涉嫌贪污一案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一华人被控接受了价值384,340人的贿赂和好处 其中包括13场国外舞台剧 5场足球赛和7场本地F1赛的门票 据控状显示 这些门票的价格各不相同 在13场国外舞台剧的门票中 最贵的是背叛 Betrayal 最低的是 演砸了 The play that goes wrong 一华人接受的演砸了门票 每张约为95英镑 而接受的回到未来一月剧门票 每张约为224.50英镑 一华人还接受了5场足球赛事的门票 总值至少2938英镑 至于本地F1赛事的门票 一华人接受了116张 总值约347152元 其中 控状中提到的The Green Room套票价格为5559元 总的来说 一华人被指控接受了各种不同价位的门票 作为贿赂和好处 设计的金额相当可观 这起案件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议论 日本探测器成功着陆 成登月第五国 星岛日报 日本成功将智慧型机器人探测器 Slim送上月球 并在月球表面实现软着陆 Slim是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开发的一款小型登月探测器 其目标是侦查月球 Slim在登月过程中使用了基于视觉的导航技术 最终实现了精确的软着陆 Slim降落的目的地是月球赤道南侧的九海陨石坑附近 Slim搭载了两个微型探测器 它们将为太空船拍照 并将照片和数据传送回地球 此次成功登月让日本成为继苏联、美国、中国和印度之后 第五个实现登月的国家 也是首个通过民间企业实现月球表面软着陆的国家 这次成功登月将有助于日本将其技术保持在世界最高水平 并为全世界的太空组织开启新一轮登月计划 胡海峰升官 习近平安抚胡锦涛 化解党内派系杀伐 美国之音中文网 胡海峰升任民政部副部长被视为习近平对胡锦涛的安抚 同时也修复习近平过去对党内团派的形象 胡海峰的升迁被认为是习近平试图缓解与党内团派和前领导人的关系 并且胡海峰未来试图或许还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但真正受习近平重用的可能性不高 北京当局删除微博上关于胡海峰升官的讨论 可能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 不希望民众在政治敏感议题上发表言论 避免引起社会动荡 习近平提拔胡海峰被视为对胡锦涛的回报和安抚 但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 他依然不想看到任何动摇他权力基础的信息 胡海峰升任民政部副部长 虽然是个副部级官职 但民政部并不是一个能出风头的部门 胡海峰的仕途可能止步于此 但这对胡海峰本人来说也未必是坏事 因为在习近平的统治下 中共官员面临的政治风险增加 胡海峰能够安全退休也是一种善终 胡海峰的官场之路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他可能会在未来几年被调到其他地方历练 爆竹声响中 与总理为牛车水新春活动揭幕亮灯 联合早报 牛车水新春活动开幕与亮灯仪式 在星期五晚上举行 李显龙总理与夫人 议员和嘉宾 一同上台将铜钱放入符带装置 启动亮灯 吕总理在致辞时 祝愿大家龙腾万里 浮满人间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 祥龙锐气牛车水 采凤和鸣甲成年 除夕夜还将燃放56串三米长的爆竹 迎接农历新年 牛车水年货市场也于星期五全部开市 共有超过300个摊位 售卖春节美食 服装和新春装饰 为确保活动安全进行 灯坡街将在特定时段封锁 警方建议乘客 改用临近的地铁站通勤 牛车水年货市场将开放至除夕 龙年灯市将悬挂至3月9日 上达曼 应对气候转型与老龄化需财政改革 政治触角太短 恐隐患更大 联合早报 总结新闻 上达曼总统在世界经济论坛 年会上呼吁进行财政政策改革 以应对气候变化 社会老龄化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 他强调建立全球统一的碳税制度 将燃料补贴转移为支持可再生能源 和绿色科技的补贴 并对社保制度和医疗融资体系进行重大调整 他指出 政治家的政治触角太短 只关注下一届选举 而不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将给未来埋下更大的隐患 本地超市办台湾水果节 主打新品种凤梨世家 联合早报 新加坡巨人超市和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 合办的台湾新春水果节正式开始 为期一周的活动中 公众可以购买到来自台东的特色水果 如凤梨世家 茂骨干 蜜枣 番石流 红心番石流 巨峰葡萄和莲雾等 台东县政府首次参与新加坡的水果节 希望能将台湾的水果介绍给新加坡人 特别是凤梨世家这一台东县的特产 据台湾方面的数据 新加坡是台湾水果的第三大进口国 巨人超市首次引进了新品种的凤梨世家 该水果的口感酸中带甜 口感清脆 消费者对这一新品种的凤梨世家表示满意 但也提出希望超市能提供如何使用这种水果的指导 台东的青年农民介绍说 新品种的凤梨世家由于产量稳定 国品豪且耐储存运输 因此取代了传统的番栗之种植 已故民进党前主席施敏德的政治遗产 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民进党前主席施敏德于1月15日在台北病逝 享年83岁 施敏德是台湾民主化历程中的重要领袖人物 他对抗蒋家威权 提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并发动百万红山军 要求民进党及前总统陈水扁下台 他被外界誉为台湾曼德拉 施敏德的最大政治遗产是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 施敏德去世的这一天正是他的83岁生日 他同年时目睹父亲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 22岁那年因卷入台湾独立联盟案被判无期徒刑 在1977年蒋介石过世后的全国减刑中 施敏德重获自由 投入对抗国民党威权的党外运动 他曾在狱中绝食四年又七个月 被强迫插管冠时3040次 49岁恢复自由时有一半的人生岁月在苦劳里 施敏德在台湾主权相关议题上主张中华民国式的台湾独立 他曾表示台湾应该独立 而且已经独立30年 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在1994年出任民进党主席期间 他率领访团向美方表达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民进党执政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 施敏德的主张成为台湾定位重要论述 也是现今民进党处理两岸问题的最高原则 施敏德在2006年发动倒贬运动 要求民进党及前总统陈水扁下台 这场运动参与人数超过百万人 是台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 自此 施敏德与陈水扁划清界限 站在民进党对立面 对于这位一生选择站在执政者对立面的前辈 陈水扁也悼念施敏德 称其为民主先知 带领民进党冲撞国民党的威权统治 菲律宾与加拿大签署防务合作备忘录 未来获签部队互访协议 美国之音中文网 菲律宾与加拿大签署了一项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 为双方的国防和军事部门合作 开启了新的渠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表示 这可能会推动两国达成一项部队互访协议 类似于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协议 特奥多罗并没有详细说明这项协议的形式或内容 但菲律宾目前与美国的协议允许美军轮换进出菲律宾领土 进行军事演习和训练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严重的领土争议 而菲律宾与加拿大的关系 也因为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孟晚舟的逮捕而紧张 加拿大在南中国海争议中支持菲律宾的立场 并支持海牙众裁庭的判决 此前 加拿大还与菲律宾签署了一项协议 免费提供卫星系统服务 以监控非法捕鱼活动 菲律宾也计划与其他西方国家 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演习和巡航 庞大的地方债让北京坐立不安 国务院吉令地方停缓基建项目 美国之音中文网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北京当局已经要求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 推迟或停止一部分由国家资助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以控制债务风险 这是为了确保政府有能力继续给经济提供刺激措施 地方政府多年来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为重大经济项目融资 导致巨额债务累积 据称 这些债务总额可能超过100万亿人民币 此举的目的是降低债务风险并避免债务违约 报道称 国务院的指令主要涉及基础设施项目 如高速公路 机场重建和扩建以及城市轻轨线路 然而 一些经济试用房项目等中央政府批准的项目不在停建范围之内 此举显示出北京对地方债务问题的担忧 并希望通过减少基础设施投资来缓解债务压力 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复苏脆弱程度超出预期 并且地方债务和房地产市场危机是主要原因之一 联合国 数千名加沙人被以军拘留 条件近似酷刑 联合早报 联合国驻巴勒斯坦领土人权代表表示 自从10月份以来 数千名加沙男子可能被以色列军队拘留 并受到殴打和虐待 这些被释放的被拘留者报告称 他们被蒙住眼睛并遭到殴打 甚至只穿着尿布被释放 据报道 一些被拘留的人在没有洗澡的情况下 被关押了长达55天 联合国代表说 这些报告与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收到的类似报告一致 以色列国防军则表示 被拘留者涉嫌参与恐怖活动 被拘留者的待遇符合国际法 然而 联合国代表要求以色列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 并表示 以色列有责任确保所有被拘留者的待遇符合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规范 论事工程集团ABB 美国国会调查在华业务 新岛日报 总结 瑞士机械工程集团ABB在中国的业务正受到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审查 这两个委员会致函ABB邀请高层参加公开听证会 澄清该公司与一家中国国有企业的关系 委员会要求ABB提供相关合作的信息 希望调查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ABB表示将适当对待此事 阿尼斯·甘查尔你联手 力争总统选举两轮对决 联合早报 印尼总统候选人阿尼斯和甘查尔的竞选团队计划建立政治联盟 以阻止另一候选人普拉伯沃在2月的投票日当选总统 他们希望将选情带入第二轮投票 到时候他们当中一人在与普拉伯沃对决 双方已经商讨了合作范围 包括在普拉伯沃领先地区加强竞选 提高第二轮投票的可能性 阿尼斯和甘查尔表示 如果进入第二轮投票 他们会互相支持对方 并已经谈到如果当选 如何分配内阁部长职位 消息人士称 阿尼斯和甘查尔的目标并不是普拉伯沃 而是现任总统佐科 因为他们不希望佐科通过普拉伯沃 继续影响未来印尼政府的施政 一些社会名人和民间组织正在抗议佐科 并要求选举主办单位和国家机构保持中立 此外 还有一些律师和反对派人物提起诉讼和请愿书 要求撤销吉布兰的参选资格和弹劾佐科 另外 财政部长穆燕妮回应了关于他辞职的传闻 并表示他仍在工作 此前有报道称 多名内阁部长计划集体辞职 因为他们认为佐科偏袒普拉伯沃有为政治操守 总统办公室表示内阁仍然稳固 内坦亚胡断然拒绝两国方案 称军事行动或仍需很多个月 联合早报 根据最新消息 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公开表示反对在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 并强调以色列必须掌控约旦和以西所有土地的控制权 他还表示 以军的战斗将继续 直到彻底获胜 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不满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不让巴勒斯坦建国将无法给以色列带来持久的安全 然而 有美国官员认为内坦亚胡的言论并非以色列官方的最终决定 仍有商讨空间 与此同时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 面临着严重的人道危机 大多数居民流离失所 生活艰难 此外 墨西哥和智利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了一份报告 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罪行 整个地区的局势愈发紧张 各方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